从今天开始呢,我们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,一起来学习一门新的课程,也就是机器学习与机器MateLab实现,从基础到实践。 我是你们的讲师,MateLab机客,这是我的账号。 这个名字呢,也体现了我的一个目标和追求,就是想成为一个MateLab的一个机客,对于MateLab的各种功能。 然后想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了解,同时呢,也想把这一门语言,然后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,包括信号处理,然后数据挖掘,机器学习,同时还有一些就是智能硬件等一等。 好,我们这门课程呢,主要分为13节课,其中前两节课,主要介绍一下MateLab的一些基础, 入门基础,包括一些进阶与提高的部分,其中包括一些编程技巧呀,然后调试经验呀,等一等。 这样的话呢,在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,学员们可以,能够有一定的MateLab的一些编程的基础。 这样方便我们后期对于MateLab在机器学习过程当中的具体实现的一些程序的了解。 接下来呢,是包括一些神经网络的部分,其中是包括各种常见的BP神经网络,RBF,GRN,PN,竞争神经网络,还有SOM神经网络等等。 接下来呢,我们还会介绍知识量机,极限学习机,决策数,随其森林等等。 同时,我们会介绍一部分的群优化的算法,包括遗传算法,例子群算法,乙群算法,模拟退伙算法等等。 在这门课程的最后一章呢,我们会讲一个专题,它主要是针对于目前我们在机器学习,还有数据挖掘,信号处理等等方面应用到的一个变量,还有一些特征比较多,需要对它进行一个降维和筛选选择这样的一个问题。 在这个专题里面,我们将进行一些比较详细和深入的一些讨论。 好,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MATLAB这个软件。 MATLAB这个软件是由每个的Massworks公司,然后它开发完整的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的网站。 这个呢,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网站。 在这个网站上面呢,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软件的最新的一些消息。 同时包括他们的一些活动,还有一些培训的一些内容。 在这个地方呢,我主要想给大家推荐的呢,就是他们有一个社区这样的一个板块。 在这个板块里面呢,大家可以看到有全球,然后MATLAB其他的用户,然后在最新上传上来的一些程序员码,一些文件,包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用户的一些提问。 还有一些MATLAB大牛们,然后最近更新的一些这个就是博客。 在这个地方呢,我们就可以看到MATLAB一个创始人,然后Clever他的一个博客。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,再看看他的博客里面分享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MATLAB最新的一些消息。 这个地方呢,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,因为呢,现在就是随着智能硬件的一些,还有移动互联网的一些发展,可穿戴的硬件设备呢,现在变得越来越火。 同时包括最火的就是苹果的手表,同时呢,还有各种弯带手环,都已经是非常火热。 这个呢,从这个就是Clever他的一个博客里面,我们可以看到MATLAB也在推出他们的自己的一个手表,这是一个很酷炫的一个东西。 在这个手表上,我们可以看到,可以做一些科学计算的一些东西,还有一些显示。 这个呢,可能对于MATLAB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来说的话,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消息。 好,我们来看一下MATLAB能够做些什么。 第一句话呢,是来自于MATLAB的官网,它主要介绍了这个语言的一个功能,主要是用于科学的计算。 第二段话呢,也是来自于MATLAB官网,它给出了MATLAB这门语言这个软件,然后它所面向的用户,还有它的用途。 它所面向的用户主要是工程师,还有科学家。 它主要的用途是用于信号的处理,包括图像的处理,还有通信控制系统,还有现在也是非常火热的在金融领域里面的一些量化投资,量化分析等等,包括他们的计算,还有可视化显示等一等,这些都是MATLAB可以做的工作。 。